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一开局和大家见面 今天非常开心 不只是看到唐牛 因为唐牛逢星一都会在 最重要是今天的市场 整个金融市场的气氛实在太旺了 我想说平时有点担心一个小时的节目 会不会说到有些题材 没什么要说呢 今天我很怕时间不够 太多事情可以说 首先要先恭喜唐牛 今天非常恭喜唐牛 可能观众会觉得为什么要恭喜他 因为他今天早上好像很动息先机 为什么你可以做到一些指数方面的部署 现在恒指下午在床的高位 正在升超过540点这些位置 快点跟观众讲一讲 你又做了什么部署 要恭喜你呢 我纯粹今天早上买了指数牛 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会买了 不是一个叫做跟着个势 叫做赢一些小小钱 但是大家就想一下 为什么今早会做一些指数牛证 因为其实看到今早一开出来 市已经加上了 还有你会看到大家炒的消息好面子 就是习近平接下来就会南下 去深圳 星期三的时候 你会看到整个市场气氛都偏好的 你会看到那些成份股 看下去 除了我们炒开的9988、3090、700之外 你会看到 我按进去 看到指数成份股里面 大部分都在升的 在这个时刻 我就说真的 我一直都持有ATM的 我就在想 究竟什么可以买一下 然后又看到一些内银挺厉害的 看到一些工行、建行这些夹得挺厉害的 似乎是不是炒一下市会好些呢 你看到 还有就会想 哇 习大大星期三才过来 是不是会 市会维稳一下 会多夹一两天 还有你又会看到 A股那边又做得不错 好像方方面面的市场气氛挺好 还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在今天之前 就是说上个礼拜 成交其实很弱的 你会看到大家都不是很敢进攻性 因为始终美股那边 美国那边的大选 始终都还是有个叫做不明朗因 所以大家都不是很乱的进攻 或者 你说就算淡有的 是不是会很进攻呢 也不会 很优异都未必很大地进攻 但是你看到今早开出来 另一样东西 令我觉得好像有得想一下 就是成交 你今早看到开波大概 我没有记错 我应该一个小时都未够 已经200亿了 你会看到这条街的数货都数得挺狠 就是你无论是夹淡仓好 看好好 那变成你做一个部署的话 还有它叫做搜到24,200楼上 其实你下面就很计算了 就是你用24,200楼 甚至可能用24,000楼上去的时候 那你继续买卖 你有直播率就冲进去 所以就用了这个牛仔的部署 Milau说 但是我反而准备雇空 其实这些情形 会不会因为你堂牛自己都遇得多 整天都是这样的 跌下去的时候 大家是会很想做一个反向搏反弹的部署 到今天升得那么帅 还试着高位的时候 有部分的投资者好像Milau会觉得 反而准备雇空 其实会不会有一些提示可以给一众的股民 尤其是新频道的观众 其实真的要看个势头和盘路 其实现在要做搜到可能都有一些风险 我自己看就是了 你夹着去做搜到 当然了 我想观众们来到这些时候 觉得夹了上去当然是开胆仓 难得有这个机会 但是问题就是你要反过来想 究竟是什么钱买上来 是不是真的一个维稳盘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想如果你说技术很简单去分析 就是说你看看今天收市收成如何 如果你说今天我自己预期 今天应该就一夜夹到尾 我想现在500点应该未够的 我自己估计 应该会再夹高一点 变成如果你夹到上24800 可能在9月中的高位左右 那你就再看25000点了 所以如果真是今天大阳烛这样收 我就不建议大家这么快做担 就是有机会今天这一棺之后 明天再来个禁止 或者再炒多一转都不定 因为始终习近平是星期三才来深圳 那变成你还有整个 就是我不计今天半天 下午你还有整个明天的日子 那我不知道它是星期三几点来 但起码还有一天的时间 那变成了这个催化剂 是不是会继续夹上去呢 是不出奇的 所以我就建议这些位置 就无谓乱这么做 当然我不知道这位观众是在说指数淡 还是说叫做其他的板块 但如果指数来说 似乎连内银都这样夹 你知道内银的 一夹 银了很久才能升 是啊 你见到公行那些都可以 建行也差不多6% 那些都不是开玩笑 所以做淡的朋友我会建议等一等 我认同糖牛的这个看法 是因为现在大市成交去到910亿 不要忘记我们刚刚开了市 其实是半个小时 指数现在一直都是上市高位的 现在做了24649点 升超过2.2% 那究竟糖牛做了指数的部署 其实板块个股会不会都有追入的空间 那我们稍后再说 因为我见到已经有很多家庭观众 我们收到你们的讯息 因为我们声话方面 有些少不同步的问题 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很快大家不要走开 那我们就会继续我们的直播 讲一下究竟一些移动的办法 甚至个股方面又应该怎么部署 稍后再解答大家的问题